字幕志愿者 介绍 哈啰 您现在收看的是PTV频道 我是你的特拍剧者Virainia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采访到睫帽的陈总 陈总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請問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捷茂這家公司嗎 我們捷茂公司已經成立21年 主要是坐在異形區塊跟管型這兩個區塊為主 最近有發展一些PVC的樹木 還有網類的機器為主 那這次在台灣館特別展出了兩台機台 那您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機台嗎 我們在現場事實上有展出兩台現場生產的機台 一台是塑膠木材做的一種合成木 那我們家叫環保木材 另外是網 我們是專門做在水果網上面使用的 大概這兩台機器 那這次來K-SHOW算是第幾次來呢 我個人來講是參加K-SHOW從1989年就開始參加 那是我個人的公司就從1995年開始正式參加K-SHOW 到現在為止我們大概都固定在這個位置 我們的位置大概有13個攤位左右120平方米 固定在這個位置上面 是 這次已經來那麼多次K展 你覺得這次的展會跟以往比起來有什麼差異呢 有差異當然是因為你每一年的產品會不一樣 客人來客也不同 那我們今天應該主要訴求是在塑膜 所以問塑膠木材的客人是特別多 因為塑膠木材這是環保木材的訴求 所以在未來大概每一年都要20%以上的增長速度 這個區塊來講是算很有潛力的市場 但是它的技術層面會比較高一點 陳總可以對我們多介紹一下 貴公司的機台跟其他的品牌的差異點 我想在品牌跟優勢上面的話 在公司的產品呢 我們是注重於客人的優先的利益 所以我們對於客人的使用特點個性我們去了解 還有我們說服我們這個區塊會做得比較仔細跟努力 那至於機台的特點方面 因為每一家都有它的特點 我們沒辦法去跟它說我們是跟它好到怎麼樣 那我們相信在我們的機器上面 我們特別是在耐用 還有對客人的人性的話上面操作方面 我們會注重比較容易操作 其實陳總已經參加這麼多次K秀了 那我們台灣館一直都是在十二館 關於人潮呢各方面就是說 所有整個台灣館的整個氣勢和這些萊克的拜訪數 您自己覺得今年跟以往來講的話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讓未來可以做得更好呢 我個人感覺是說 在台灣館的一種成長的感受上面 比以往比較不同 台灣的機器越做越精緻 當然跟歐洲比起來已經慢慢的追上它的水平 所以我們無論在於對客人的需求要求 已經慢慢有考慮到客人的感受 所以我們在裝潢方面 或者是在機器的細密度方面 我們都會比較注重 事實上台灣還有其他的館 比如說在十六館、十五館也有其他的產品 但主要集中都在十二館 那十二館因為我們台灣的政府冒險一起 所以感覺到形象還算很不錯 那跟中國大陸比起來 我們應該會比他們勝一籌這樣子 那捷茂在接受那麼多的詢問來講的話 有沒有哪一個國家或是哪個區域 其實算是賣得最好的地方呢 我想這個很難做說明比較 原因是因為市場是有起有落 比如說有一些地方是需要管材類的 它在生活水管方面需要需求比較多 有些在家庭方面的會需要需求比較多 建房子會比較多 它的水平不同 所以它的需求不同 所以很難說我們界定哪一個 比如說中東、非洲、中南、美洲等等 我們有時候很難界定哪一個國家 我們的生意會比較好 這是它是flexible的 所以捷茂在全世界的佈局來講 目前已經有賣到多少個國家了 因為我們現在正式的統計 大概有八十幾個國家 在二十幾年來我們大概有八十幾個國家 陳總有沒有對於未來捷茂的期許 有什麼樣特別的方向 想要跟我們大家分享的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我們做的機器 讓我們的客戶能夠很長的使用 讓他們賺到的錢有利益 讓他們照顧他們國家他們人民 所以這是我們的職責 我們也希望說我們捷茂公司 在做機器的時候 是秉著一種信實的精神去做 而不是說只有一段期間做完 就不服務等等 是比較做長期的路線 好 那這次非常謝謝陳總接受我的訪問 也預祝這次在K展可以大成功 謝謝你 謝謝楊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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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